欢迎收看混合理论 从游戏开始聊聊游戏之外的事 我是42 本期的稿件由安提供 主题是密室游戏 提到密室 难免会令人想起封闭 隔绝之类的负面关键词 每个人都会害怕点什么 有人怕高 有人怕黑暗 有人怕污垢 有人怕蛇 怕蟑螂 怕流血 怕雷鸣闪电 甚至怕孤独等等 以上这些五花八门的怪癖 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实在变态心理学中 它们都属于同一分类 特定对象恐惧症 恐惧症的英文phobia这个词 词根源自希腊语的phobus 意思是fear 也就是害怕 phobus 福波斯 是希腊神话中战神阿瑞斯 和爱神阿弗洛迪特的儿子 它是象征恐惧的神 也是火星的卫星 火卫一的命名由来 在英语中 只要将phobia这个词根冠以前缀 就可以得到一种恐惧症的名称 比如动物恐惧症 Zoomphobia 前缀Zoom表示动物 牙医恐惧症则是Dentophobia 前缀Dental 就是牙医 等等 90年代的美国科幻恐怖电影 《小魔煞》 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小镇 被蜘蛛大举入侵的故事 原文片名就是 Arachnophobia 由表示蜘蛛的前缀Arachno 加phobia而来 2004年 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 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拒绝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 因为他本人是Sociophobia 社交恐惧症的患者 启셔서 digo i have received you i have received you i have received you couple monsieur pro Kollegen prior delegation of your 啊 本期混合理论 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 Colustrophobia Colustral这个前缀代表closing 有被关起来的意思 所以这种恐惧症 我们就称之为优臂恐惧症 弗洛伊德认为 童年时期的创伤是神经关能症的主因 这个观点也受到荣格的赞同 比如小丑恐惧症就通常从儿童时期开始 但是幽臂恐惧症却有些例外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 1994年的研究表示 幽臂恐惧症倾向于在青春期 或者成年早期才开始 也就是说 就算是成年人 在经历被关进电梯等类似创伤之后 也会有罹患幽臂恐惧症的可能 有时候即使不是幽臂恐惧症患者 也会对密室的游戏的场景感到害怕 这些对于密闭场景的恐惧 其实是利用了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有人认为 幽臂空间剥夺了大脑的视觉 听觉 生理时钟 重力感觉等关键信息 诱发生理上的应急反应 使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呼吸加快 以及释放肾上腺素 也正因为如此 以密室作为场景 能使人体验到在普通空间中 没有的紧张和焦虑感 同时又多了很多神秘与未知的联想 为很多小说 电影 戏剧和游戏 创造了绝佳的题材 实际上 世界上最早的图像AVG 就是一款以密室为舞台的游戏 这个游戏诞生于1980年 名为《迷之屋》 Mystery House 以当时的苹果2电脑为平台 《迷之屋》讲述的是一宗密室杀人案 以现在的眼光看 《迷之屋》剧情不新颖 画面也只有白色线条组成的 简陋图案和文字 可谓粗糙至极 但在当时 它不仅开创了图像AVG的先河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基于文字的解谜类电脑游戏之一 进入2000年后 Flash游戏开始盛行 《密室逃脱类》游戏 也称作Escape the Room 它的优势刚好与Flash的特点契合 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和复杂的操作 却能用巧妙的谜题 创造很高的可玩度 因此 它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热门的游戏类型 2001年的Flash游戏Motus Mystery of Time and Space 神秘时空 就是网页密室游戏的先驱 不过与其说是逃脱游戏 Motus 应该被定义为一款解谜游戏 在游戏中 玩家的任务是寻找各种线索解开谜题 如今我们熟悉的 密室逃脱的套路 比如通过不断在房间内寻找工具破解机关 寻找提示破解密码的密室模式 在Motus里已经出具雏形 说到密室游戏 还要介绍一位有先驱意味的游戏制作人 高木敏光 在网页游戏流行的时代 很多玩家都玩过一款号称 全世界只有不到4000人 可以走出这间屋子的密室游戏 这一系列游戏 名为Crimson Room 也有人称为四色房间 创造了超过5亿的点击量 而这样一款成功的热门作品 却是当年一位普通公司职员的无心之作 13年前 本着好玩的心态 高木敏光制作了一款密室逃脱游戏 将这个简单的网页游戏 放在公司的服务器上 后来 高木不断收到同事们 我逃出来了的电邮 渐渐的 向他发送逃出来了邮件的人 越来越多 不仅是日本人 还有来自英国 法国 意大利的陌生人 访问人资过多 甚至使公司服务器瘫痪 制作之初 游戏并没为高木带来什么好处 反而因为善用公司服务器 曾招来同事的批评和抗议 从高木敏光的深红色房间开始 密室游戏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密室游戏发展到如今 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如《打跃钢太郎》编剧的 《极限拖出九小时九人九扇门》 《极限拖出ADV扇人死亡》 和《极限拖出临时困境》三部作品 不过 完全以密室为舞台的游戏还是少数 更多的 则是在游戏中加入多彩的密室元素 如双重记忆 神秘岛 幽灵诡计 逆转裁判系列 雷顿教授系列 古墨丽影系列等等 它们都包含或丰富有趣 或谜题烧脑 或气氛渲染到位的密室解密元素 它成功了 密室题材并不是游戏的专利 在文学戏剧和电影作品中 密室这个可以在既定的狭小空间中发挥无限想象的题材 早已从上个世纪开始备受青睐 1945年 存在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 让保罗·萨特 创作了经典哲理戏剧《禁闭》 禁闭讲述了三个人死后被投入地狱 地狱没有鬼怪 没有酷刑 而仅仅是一间封闭的密室 在地狱密室中 刀杀不死人 毒毒不死人 绳子也勒不死人 毕竟所有人早就死了 只有他人的意志不断影响折磨着自己 于是在禁闭中 萨特提出了他的经典观点 他人及地狱 在1957年 荒诞派作家贝科特也创作了名剧《终局》 这个独木剧依旧用密室做舞台 刻画了一出密室逃生记中 荒唐的人性对决 不过 要说起密室题材文学的大众 一定要提到推理小说的 Locked Room Mystery 密室推理 密室推理题材始于爱伦坡 在他1841年创作的小说 《穆尔格街凶杀案》中 首创了密室杀人的手法 并为随后一百多年推理小说作者们 提供了一种更为诡诀莫测的谜题形式 后来的三口棺材 尤大之窗 黄色房间之谜 横钩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 陡田庄司的邪屋犯罪等 都是密室推理的经典之作 密室的魅力不仅局限在文字作品中 也频繁出现在电影中 密室场景有两个优势 一是搭建不需要高成本 二是很容易渲染氛围 在1997年的加拿大电影《易次元杀阵》中 一觉醒来 六个主人公被关进 无数立方体组成的密室 这里的空间向无尽的魔方 互相连接持续移动 他们则要通过破解谜题逃出升天 本篇全程发生在《密室》中 场景简单 仅用了35万美元的低成本 却创造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在《密室》题材电影中 观众的焦点 不再是辉煌的场面和烧钱的特效 而是《密室》中的谜题 以及封闭空间中人性的表达 如今 无论游戏还是电影小说 以《密室》为题材 或是加入《密室》元素的作品 越来越多 关于密室的魅力 可能不同人有不同解读 但归根结底 还是在于 在有限的空间中 延展的无限可能 以及在封闭隔绝的世界中 暴露的赤裸人性 感谢安提供的内容与稿件 这是本期的混合理论 有关游戏 生命 宇宙 以及一切 我是42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